慈激環保30年点滴回顾 这是当年第一辆环保车 汇集了众人爱心 负责开车的是志工曾义斌 当年有位老太太卖菜园捐钱 就为了帮忙买这辆环保车 为了环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在南屯黎明新村志工减速卷 在自家成立第一个环保点 跟左林右舍说我们来做回收 左林右舍都拿报纸来给我在家里 这是一个定点 慈激人带动下越来越多人投入环保 志工临熟教30年前还是慈激会员时 就做环保来护持 走入慈激后更承担起 推动落实社区环保的各项重任 环保30年其实是如常 我已经做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不感觉做环保30年 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这是生活环保 每天都是要落实的 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 一脉相传30年 慈激人秉持初心 继续传承慈激环保精神 大爱新闻张国丹李月威 台中报导 助患